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刚刚,ESPN连同NBA官方公布了最新一周的NBA球队实力榜单,排名前四位的球队,依旧是爵士,篮网,76人和太阳,密尔沃基雄鹿队,上升一位,来到第五位,洛杉矶快船,则是下滑一位排在第六,排名7-10位的, 仍旧是丹佛绝经,洛杉矶湖人,波特兰开拓者,和达拉斯独行侠队,对于这份榜单,基本排名于上一周,没有太多变化,但是在湖人,已经引进德拉蒙德之后,仍旧被排在,第八位,这样的位置,对于目前这只湖人而言,显然有些太低了,要说全联盟,最近一段时间状态,最好的一支队伍,那么一定要非,由他爵士队莫属, 在又一次拿下一波九连胜之后,目前他们的战绩,也来到了,38胜11赋,是全联盟最有希望,拿到40胜的球队,围绕着米切尔,和戈贝尔两位核心,构筑起的攻防体系, 再加上波格丹诺维奇,克拉克森,英格尔斯和阿尔奥尼尔等人,在外线提供的,进攻火力,目前爵士队中,已经有5人,赛季三分球命中数,突破了百球,这在NBA历史上,还是第一次出现,说爵士是目前全联盟,最会投三分的球队,一点也不为过, 篮网在引进格里芬,与阿尔德里奇之后,球队的阵容,进一步获得提升,但是最近一段时间,他们的状态,却出现了一些起伏, 由于哈登,和杜兰特的伤缺,使得欧文,丹河带队的缺陷,被暴露无遗,要说篮网队,能够排在第二名,显然还是有些虚高,同样的问题,也出现在76人身上,最近一段时间,篮网与76人,几乎是交替灯上, 东部防守的位置,两支球队,既可以击败各路跑强,也能在一些弱旅身上,意外翻船,从球队,攻防稳定性来看,篮网和76人,目前与爵士,都有一定差距,太阳队是本赛季个人,比较看好的球队之一,在克里斯保罗的带领下,这支太阳,已经围绕保罗,布克,艾顿逐渐建立起,一套默契的攻守体系,他们的进攻,效率联盟第九, 防守效率联盟第五,既有高达49.0%的投篮命中率,同时三分球命中率,也达到了37.7%,说太阳是联盟最均衡的球队,一点也没错, 实际上他们的实力,绝对有资格,进入这份榜单的前三位,只是最终因为,种种原因,他们只能排在第四。 说起这份排名,最让人不解的,还是未免冠军洛杉矶湖人,没有了詹姆斯,与戴维斯之后,这支胡人的表现,确实丑陋无比,但可以看到的是,即便是没有了,詹姆斯与戴维斯,这支胡人队的防守, 仍旧是联盟第一,证明了胡人队的防守,根基之稳固,一旦未来,詹姆斯与戴维斯,健康回归,球队的整体进攻,重新回到正轨,那么他们的实力,绝对有资格与爵士,篮网叫板,至少从阵容配置,和球员能力来看,胡人队,应该排在前五位,将他们排在第八,只能说这份排名,真的有些太低了,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